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如果聽過務部班或者主要學的人 都知道入門聖事有三點 我們承認入門聖事 那個次序就很明顯會清楚 每次在復活前 前職 他們會領洗 領邊鎮 然後用聖體 三點 這個是一個被認為最理想的次序 不過後來我們約了英語靈體之後 沒有將這三點子一層給英語靈體 又分開了 去到特別是上這個世紀 在教宗紀錄十世 紀錄十世就認為 小朋友只要他愛耶穌 就可以領聖體了 聖體是愛情的聖事 他們不認識領聖體 你愛不愛耶穌 你愛就可以領領聖事 所以的確 所以師朋友就很開心 初領聖體 他們大一點的時候 就會領埋憑陣 因為憑陣就認為是一件 比較上成熟一點的 因為人自己要得做決定 為耶穌基督的奉獎 建正 在人面前能夠承認自己是教友 在信仰上做耶穌基督的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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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聖體作為入聖事的最後一件 當然啦 兩方面都有智慧的 哪一個更適合我們這個時代呢 值得我們去做足夠的揣摩一下 聖神也很大用的 我們有些導師就恐怕說 你這麼早領了天鎮 領為聖體 八歲左右 那就剛剛了 那些父母又不再帶那些小朋友來 小朋友學 小朋友學了三四年的道理 我們很害怕這一天會發生 如果他們繼續來 當然沒問題啦 如果他們不來 父母又覺得那個責任盡了 那些人連城市都連了 所以就有這樣的問題存在 你怎樣 那這些兩全其美的辦法呢 看看我們聖神如何帶來我們 當然啦 其中一個辦法就是 你會將領成體推遲些 那麼十二歲 那一次過領完邊陣 就立即在那裡就領完聖體 那就願不樂 當然是一個做法 我們看看聖神如何繼續帶來我們的教育 在聖事裡面做得更完美一點 我們今天是過聖體聖血的節目 這件聖事很重要 大家都知道的 那麼我們不斷 看看一刻的三天復經 給到什麼的啟示 今天的人 怎樣去面對基督 聖體聖血這個節目 第一篇年至新年紀 那麼就講以色列人在抗議四十年 那麼大家熟悉這個故事的話呢 你就知道 以色列人在抗議吃什麼 抗議什麼的東西吃呢 沒有的喔 如果你去過以色列 去過以色列抗議 看過的話 有些地方存草不實 有些什麼東西可以吃呢 當時呢 有所謂 天主想自以色列人 有一些植物 之後在地上出面 薄薄一層是可以吃的 所以他們看完 在地上這些東西都不知道是什麼 什麼來的 馬納就是 意思就是 什麼來的 他們不知道這些是什麼 而是說 這是天主給你們的食 所以 四十年就是這些東西的了 維持你們的生命 想帶出出什麼意思呢 帶出的就是 天主想賜給你們 色物是天主想賜給你們 要記得要依賴 天主是你的 給親自給食糧 還有不僅是靠這些食糧 你更需要靠天主的話 去生命 但是 結果是怎樣呢 過了這四十年 他們已經入到福地 可以吃到福地裡面的 所縱靜的東西的時候 就不需要再猶豪 很快呢 也都連天主都忘記了 我不需要再依靠天主了 地上這麼多食物 我不需要靠天主 所以 今天 我們聽完這段聖經之後 為我們得分的人 那些什麼意思呢 提醒我們 耶穌是我們生命的食人 是重要的 你要依賴 不要忘本一個人 忘本 因為天主賞事 所以 即使你是 心很穩定幸福 不要忘記天主的恩賜 所以 第一篇 讀經給我們 這一篇 記住 天主是我們生命上的 綜藥成 第二篇 讀經 連是格蘭多人前書 倒露 就分次 格蘭多的教育 都提升給你們 那你們從前未歸醫之前 你們參加過很多 當時很多 偶像的熟拜 他們都會參加這些 祭祀偶像 也都吃祭祀的東西 所以所謂邪魔之杯 很清楚 但現在你們 信聖耶穌基督 你們領受的是感恩之杯 不同的 不要把邪魔的杯 和感恩的杯 混合在一起 即是說 既然現在你和耶穌 領著這個感恩之杯 和耶穌結合成一體 和其他兄弟之妹 結合成一體的時候 我們有一份 彼此之間的共融 就千萬不要回頭 不要再和那些 邪魔之杯 有任何的交道 當日古錄是 分次格蘭多的教育 不要回頭 今天我們 其實都生活在很多 不同的崇拜的中間 我們都有很多 很多的誘惑 或者很多朋友 邀請你去參加 學識各樣的東西 有時你又不好意思 這麼推他們 今天他們一起推 應該的 今天古老伯 他們當然不應該 你既然是相信了 我接受了感恩之杯 和耶穌結合成一體 就不要再他們 兩樣東西 讓我們過一個這樣的生活 和自己兄弟之妹 一個共融的生活 不應該再回頭 所以我不知道 你從自己 未關於這些前行 都去看照片 去尖峰 或者說 求住香 等等這些 這樣的習慣 你現在信任耶穌基督之下 應該和那些東西 不要再拉成關 即使尖峰 都要提供 去尖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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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麻煩 你去尖峰 去尖峰 去尖峰 去尖峰